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陳雅玲 歡迎收看華視晚間新聞 距離疫情三級警戒期限 六月二十八號 只剩下不到兩個禮拜的時間 到底是會繼續延長 還是有機會能夠降級呢 疫情指揮官陳時中 在今天宣布說 今天國內新增是一百三十二例 好 就看起來 又稍微緩一點了 那麼其中 還是以新北市最嚴重有六十五例 那麼臺北市有二十六例 再來看到苗栗有十八例 以及在桃園有十二例 那麼另外死亡的部分 也首度在最近出現了八例的狀況 那麼過去 你可以看到每天都二十幾例 三十幾例的狀況 那麼首見個位數在今天 不過這樣的確診死亡率三點四七 趴還是偏高 那麼整體的疫情 就數量來說 現在是朝向比較好的方向走 不過指揮官陳時中強調 是絕對不能夠鬆懈的 同時他也宣布第二批 AZ疫苗會提前分配到各個縣市 那至於他自己會不會去施打第二劑呢 他就說他可能會再等等 而蔡英文總統也再度發表談話 拜託我們的老大人趕緊去注射疫苗 國內疫情真的開始趨緩了嗎 從疫情指揮官陳時中的語氣聽起來似乎有機可循 十五號本土確診病例增加一百三十二例 是連續第三天降到兩百例以下 死亡個案新增八例 更是相隔二十天首度又回到個位數 分布縣市還是以新北市最多有六十五例 台北市第二增加二十六例 接著是苗栗縣桃園市各有十幾例 基隆市三例 台南市台中市和花蓮縣都是兩例 嘉義縣和彰化縣各一例 按照這樣的疫情趨勢 六月二十八號到期的三期警戒 有機會降級嗎 到目前來講 到二月十八號 雖然這時間不多 但是對於疫情的變化 因為變化是都隨時在變化的 所以我們會隨時以監測 那當然也不排除任何的可能 不只確診個案數下降 回顧六月四號三期警戒期間 死亡個案首度飆破二十例 接著連續十天 每天都超過二十例以上死亡 直到十四號首度降到二十例以下 十五號新增八例 又回到個位數 但累積死亡案例來到四百六十例 死亡率百分之三點四七 依舊超越全球平均值 其中新增的一例死亡個案 先是二采英 三采才出現陽性 但發病短短四天就死亡 他本身是有慢性的生病第四期 然後也有糖尿病跟高血壓 他雖然五十多歲 但是慢性病算是比較嚴重 眼前對抗病毒的作戰計畫 就是加速施打疫苗 日本捐贈的AZ疫苗 第一批施打情況良好 第二批也會提早補上 預估發送到七十五歲以上目標群 可以提高到百分之五十三 至於陳時中自己的第二劑 AZ疫苗有著落嗎 我可能再等等吧 我可能再等等 華視新聞林姓黃建宇 臺北報導 而全臺灣各縣市 今天也開放高齡 長者施打疫苗 那麼首先看到新竹市的部分 在昨天率先開打一點一萬劑 預估 明天早上可以打完 那麼另外呢 像是高雄市的部分 上百個接種站 今天同步開打 不過動線一度有一點混亂 包括這個距離 安全距離 有沒有拉開呢 也讓市長很不滿 當場就飆慢 那麼另外呢 最慢的是南投縣 他們電話打爆 難預約 怎麼說呢 到今天才剛開始在預約 根本還不能打 所以他們算是全臺最慢打的 以及首善之區 臺北市大家都在看 那疫苗施打的動線亂 長輩還要爬百公尺斜坡 實在是很不方便 那麼今天市長柯文哲 前往新一國中去視察 發現有人七點多就來排隊了 也有人這個不到預約時間 就跑來了 那麼民眾頂著高溫 在那邊排隊 大家火氣不小 也當場來怒嗆了柯文哲 那麼接種地點 有的排在二樓禮堂 長輩要爬樓梯 那有的呢 像是萬方高中 你得先爬過個斜斜的好漢坡 動線規劃對長輩不友善 那麼面對各種質疑 柯文哲還是堅持 說要用網路預約 他強調說只要有預約 不會打不到疫苗 來到新一國中接種站 台北市長柯文哲遇到的民眾火氣很大 開放八十五歲以上老人家打疫苗的第一天 大家頂著高溫 組著拐杖坐著輪椅排起長長的隊伍 好不容易往前進 場地在二樓先考驗長輩的腿力 同樣的情況出現在萬方高中 沒搭接駁車的先爬好漢坡 等待期間還要長輩不斷更換座位 老先生忍不住發飆 排隊動線不夠完善 而且就算有了預約號碼 還是得等 旅長們各個忙得不可開交還得安撫長輩 面對這樣混亂情況 柯文哲趕緊出面喊話 市長也掛保證 老人家不用擔心打不到 因為下一批疫苗也有著落了 有了疫苗 臺北市也得加緊腳步 強化預約系統 避免民眾排隊等待 增加群聚風險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 而全國最慢打的就是南投縣 主要是他們比其他縣市晚一天開放預約 所以今天早上九點開始開放電話預約的時候 包括衛生所 醫院 診所 電話通通被打爆 工作人員平均半個小時 就接了上百通的電話 那麼打不通電話的民眾就氣得跳腳 因為大家就看到 哇這其他縣市的民眾都已經在打疫苗了 怎麼他們還在預約卡關呢 有民眾就抱怨說 誰叫我們是鄉下人呢 還有人說別縣市都在打疫苗了 我們還在打電話 預約疫苗的電話打了一個早上就是打不通 南投的老人家們 有人乾脆直奔衛生所 想問問能不能現場預約 因為他們都很怕自己打不到疫苗 醫院的電話也是一通接一通 工作人員接起來只能一再重複回答 疫苗預約已經額滿 診所外也有不少民眾排隊都是來預約疫苗 診所人員連早餐都來不及吃 短短半小時不但要接上百通的電話 還要安撫排隊的民眾 預約不到的情緒 南投縣開放預約疫苗電話超難打 縣長說下次會改進 只是南投的民眾眼睜睜看著全國 其他縣市都已經在開打疫苗 南投的鄉親卻還在預約卡關 相信無奈打疫苗這麼重要的事情 南投硬生生比其他縣市晚一天預約 所以也要晚一天施打 中部的其他縣市施打過程 苗栗有一名老人家體溫過高 不敢直接打 工作人員搬出電風扇先幫他降溫 而台中也有小插曲 施打疫苗的名冊翻來又翻 就是找不到名字 民眾打不到很著急 幸好最後確實有他的造冊 順利完成施打 華爾新聞綜合報導 至於高雄市的部分 今天是首播針對87歲以上 長者來開放施打疫苗 市長陳其邁視察大型接種站 巨蛋的時候 發現現場的動線規劃不良 椅子雖然是有維持距離 但是中間又穿插 那醫護跟家屬就顯得擠成一團了 是有群聚的風險 讓他當場對市府兩位 局長開罵 計程車一台台接力來 行動不便的長輩 陪同家屬人車塞在一起 高雄巨蛋開打疫苗首日 不少長輩提早到了 入口出的動線社交距離卻一度混亂 市長陳其邁來視察 發現現場的人流靠太近 而裡頭的座位雖然有間距 但穿插了醫護家屬 看起來就擠在一起 一火大當場高聲唸起市府官員 畢竟打疫苗安全是第一 沒做好管控反而恐釀 群聚危機是否得趕緊調整 高雄市首波開放八十七歲以上 長者大約三點一萬人先打疫苗 而針對長期臥床的民眾 提供到宅接種服務 已造冊三千六百零一人 其中完全臥床五百七十八人 會優先排程 請市民朋友不用擔心 華視新聞消息 謝玉鑫 陳信仁 高雄報導 而疫苗到底夠不夠呢 國產疫苗高端 雖然已經解盲成功 但是大家都擔心 只做到二期臨床試驗 未來可能不會被國際認證 高端公司總經理陳燦堅 今天接受訪問的時候說 有積極的跟歐盟討論 看要怎麼樣的第三期試驗 才能夠取得歐盟認證 未來就是會朝這個方向進行 那麼陳燦堅認為 要取得國際認證並不困難 而原本傳出 菲律賓是要採任 我國的緊急授權的 讓國產疫苗 也可以直接在菲律賓開打 不過當地的官方今天出面公開否認 指揮官陳時中則是低調表示 不方便講太多 先等國產疫苗EUA的審查結果再說 高端疫苗成功解盲 現在就等通過國內緊急授權 就能量產讓國人施打 而現在傳出疫情也嚴重的菲律賓 致函來提出有意直接才任 我國EUA 讓國產疫苗能在當地 不用做三期臨床直接施打 但菲律賓總統府發言人 羅奎十五號公開否認 陳時中倒是態度低調 表示的確有很多國家關心臺灣國產疫苗 但國產疫苗目前只有臨床誓言二期 就算未來通過國內緊急授權EUA 民眾打了之後 未來出國能不能被國際認證也是一大問題 高端公司總經理陳燦堅接受電臺訪問 認為不是那麼困難 陳燦堅強調就算美國FDA不再收案緊急授權 也會努力取得拿到美國長期藥證 現階段就是要先讓國人有保護力 撐過這波本土疫情 華視聖人王興 曾智惟 台北報導 不過有了疫苗就擋得住變種病毒嗎 來看英國最新數據顯示 英國有四十二個人感染印度變種病毒而死亡 那麼其中有百分之二十九的人 已經施打了兩劑的AZ疫苗 結果還是死亡 那麼研究顯示印度變種病毒的傳染性 是比英國變種病毒還要高出六十趴的 臺納醫師施錦中就提醒說 這個印度變種病毒早晚一定會來敲臺灣國境的門 因此他說一定要強化邊境 也就是先接觸到病毒的邊境人員 那麼包括了機組員 還有機師空服員 跟邊境相關人員海關等等 那目前接種的AZ疫苗 對印度變種病毒的保護力 他說沒有mRNA疫苗 像是莫德拉跟輝瑞來的高 因此他就呼籲指揮中心應該要把邊境人員列入優先接種 莫德納疫苗的名單 不指揮中心回應說AZ疫苗的保護力沒有比較差 說臺灣目前還沒有印度變種病毒的本土案例 那麼會再是疫苗的配貨量來做調整 邊境海關防疫人員為入境民眾檢查行李 是最先接觸到外國變種病毒的前線高風險人員 但目前他們接種的都是AZ疫苗 坦言如果可以達到對印度變種病毒保護力比較高的疫苗 工作上也會比較安心 台大醫師施錦中在臉書發出警訊 認為印度變種病毒株早晚會進入臺灣 但目前AZ疫苗對印度變種病毒株的保護力 不如mRNA疫苗來得好 七點五萬劑的莫德納疫苗政府先分配給醫護 但沒有優先給邊境人員 希望指揮中心可以再考慮超前部署 印度的變異株的部分 就是先前在四月到五月之間 我們有偵測到三 應該就有三例的境外移入的個案 那目前是沒有本土的 英國最新數據顯示 四十二名感染印度變種病毒身亡的民眾中 有百分之二十九 明明打了兩劑AZ疫苗還是不幸過世 另外也公布疫苗對英國和印度變種病毒的 保護力比較 要打完兩劑AZ疫苗才能對印度變種病毒起到九成以上保護作用 但目前國內邊境人員都只打了一劑 盤點台灣莫德納疫苗現階段只來了十五萬劑 如何讓疫苗分配產生最大保護力 也成了指揮中心一大課題 華爾新聞 我們蔡庭院李漆廷 林先生一大報導 提到BNT疫苗 那麼鴻海創辦人郭台銘想要進口五百萬劑 現在有望了 主要之前因為缺少原廠授權書 就遲遲沒有進展 那麼現在傳出已經有曙光 指揮官陳時中在今天證實說 已經發出專案進口的有條件許可函 給永林基金會跟鴻海集團 那麼目前雙方進入了商談相關法律文件的階段 希望很快就會有進展 疫苗採購關鍵文件之一的專案許可函 真的交到鴻海永林手中 這回郭台銘想進口的五百萬劑BNT疫苗 總算有了實質進展 能不能促成這樁疫苗採購 後續關鍵就剩原廠證明的授權書 或出貨證明 但相較於陳時中直接證實 郭台銘只透過永林基金會執行長 劉宥彤發出文字聲明 表示資訊都在釐清當中 有進一步訊息會再向大家說明 發言 格外謹慎 謹慎行事 但如今還是有消息指出郭台銘 因為購買BNT卡關 要調整談判模式 關掉原本委託的臺康升劑 該委託德國BNT現任的玉立公司 嘗試突破困境 紅海這邊我倒沒有說到要做什麼樣更改 我想這是官方跟民間的團體 大家一起合作 採購500萬劑BNT疫苗 是不是真的就剩最後一里路 答案應該很快就會揭曉 繼續要來探討的是死亡的案例 今天高雄市出現了首例死亡確診個案 這是人會醫院一位60多歲的男性總務人員 他發病住院大概一個月 沒想到近日病情惡化 在6月13號過世 那麼這一名男總務 曾經引令他打麻將的足跡 還造成16個人確診 那麼30萬元的法單 也因為他過世直接撤銷 5月17號深夜 高雄人會醫院員工確診 衛生局全副武裝大動作撤離 院內病人及員工 一名60多歲裝性總務 到過萬華染上肺炎病毒 現在傳出身亡的消息 身邊的親友表示確診住院後 情形一直不是太好 在6月13號隔離住院期間死亡 那死亡的原因 研判與萬華活動時染疫相關 衛生局證實不治的消息 更是高雄62例確診當中 首例死亡個案 由於這名裝性總務案2069 除了感染護理師同仁 加上隱匿賭場足跡 共間接造成16人確診 師傅要對他開罰的30萬元 也通通撤銷 受主分的主體已經不存在 那該主分就不生效 高雄傳出一死首例的消息 南部其他縣市也有確診案例 台南家裡區女攤商 遭北部侄女傳染後 連帶自己的女兒跟老公 通通染疫 目前都匡列一位接觸者 就是我們防疫計程車的 我們的司機大哥 其他也都像目前狀況良好 而在嘉義縣 有一例確診者是東石鄉 一名女超商店員 這個個案本身足跡很單純 那就是因為單純有時候也很麻煩 因為這個時候就涉及到 所謂感染源的問題 目前感染源還找不出來 衛生局下令超商停業兩天 匡列二十四名接觸者 持續採檢跟追蹤 而彰化今天也多了兩例死亡個案 其中一例是之前南彰化醫院 這個院內群聚感染的九十八歲老翁 而另外一例呢 這是之前西湖家族群聚傳染鏈的六十歲男子 他是一名里長 原本確診 經過治療都已經復原出院了喔 沒想到回家四天之後 突然就在家裡頭昏倒 送醫不治 彰化死亡的六十歲男子 是一名里長 也是西湖家族群聚鏈確診者 他六月一號住院治療 六月九號復原出院 回家後精神還不錯 沒想到十三號中午 突然昏迷送醫不治 PCR是陰性 但是因為這個個案 他是在自主管理期間過世的 所以依照中央的規定 他的死因還是要判定成 我們的第五類傳染病 就是新冠肺炎 不過家屬質疑 里長是出院後死亡 PCR採檢是陰性 對於院方開出第五類傳染病死亡 而且遺體二十四小時之內火化 相當不滿 是不是要朝另外一個病情下去 也是有老公醫院的 我看不懂 是不說不會 因為國公在外面 這是有人去我們家 我們跟他們 我們一定是我們帶來的 彰化另一名死亡個案 是之前南彰化醫院 群聚感染的九十八歲老翁 而新增的一名確診者 同樣來自醫院感染鏈 是一名六十多歲媳婦 因為照顧婆婆而染疫 另外臺中十五號新增兩名確診 一名是之前確診房仲的父親 而另一名六十多歲看護 從臺北回到臺中家裡之後 發病確診 而臺中也出現第四例死亡個案 是之前東區家族傳播力的七十多歲 祖父 由於感染新冠病毒 平均死亡年齡在七十二歲 這次全臺針對七十五歲以上長輩施打 AZ疫苗也更為重要 黃志青 黃主 楊宗宇 臺中彰化報導 至於苗栗的電子廠傳染鏈 恐怕也斷不下來 今天指揮官陳時中預告說 這個苗栗的科技廠確診人數 還會再增加一百五十到兩百個人確診 為什麼呢 他說主要是因為苗栗 現在正在對隔離的一千四百多位 是高風險的移工 來進行第一次的PCR檢測 那麼之前都是比較低風險的 那現在是高風險的 雖然這個高風險 有先把他們隔離起來 讓他們不會再外擴 但問題這些高風險的移工檢測起來 那麼預計他的這個確診率會有十五趴 所以算一算就大概還有一百五十個到兩百個 會確診 這是個蠻高的數字 那麼今天苗栗又有新的科技廠淪陷了 就是面板大廠 群創光電 廠方在六月初才對主南廠所有的移工快篩 當時結果都是陰性 結果呢 現在有一名移工確診了 苗栗又有新的科技廠出現確診者 群創光電有移力 那是這個移力是外籍移工 面板大廠 群創光電在這一波電子群聚中也淪陷 群創曾經在六月五號發出公告 要求五百名在竹南廠工作的外籍移工快篩 當時全都是陽性 沒想到十天之後又有人確診 前進指揮所指揮官王碧勝說要不要再次對群創的全體 人工裁檢還要評估 但現在要有心理準備的事 包括晶圓店 值班科技 在內六家科技廠被送到檢疫所隔離的一千四百名 高風險移工 進行第一次的PCR檢測 CDC記者會中陳時中就預估確診人數會很可觀 苗栗的確診人數在接下來幾天勢必會爆增 但指揮中心也強調民眾不用太過恐慌 因為這一千四百名高風險移工在群聚一爆發的時候 就已經送到各地的檢疫所 隔離了八到十二天 對社區已經沒有威脅 另外有關特權撕打疫苗的狀況 從台北好心肝診所 新北雙核醫院 再到雲林縣長張立善家族 都不斷有出現這種情況 那麼到底這裡頭詳細的名單有誰呢 很多人都想知道 時代力量立委求選制在今天就提案 要求要把這些名單給公開 那麼這個案子正在由立委在連訴當中 結果我們看到了這其中連訴的立委 也有民眾黨的蔡碧如的簽名 那蔡碧如先是說參加連訴 是為了要避免黑箱作業 博貝問到說 那你這個提案內容 會不會讓柯P覺得很尷尬呢 蔡碧如立刻澄清說 絕對不是針對誰 透過影片解釋歸解釋 但這張照片這個場景 到底有誰在深夜裡跑到好心肝診所來打疫苗 大家都很好奇 你敢去人插隊你就要把這個真面目示人啊 到底是誰啊 到底是誰去做這個事情嘛 就是避免任何的黑箱作業的一個最佳的一個方法 台灣在連訴名單內民眾黨立委蔡碧如 這番話聽起來很有爭議感 但看看這張提案內容 要求公開不在優先類別上的特權施打名單 點名的新北雙和醫院 雲林縣長張立善家族 還有臺北市好心肝診所 仔細滑了一下手機 原來真的有 但名字都簽了 總不能反悔 何況民眾黨主席柯文哲不是才說 名單已經拿到地檢署了 是自家人打自家人嗎 遇到敏感話題 柯文哲又把麥克風交給了黃珊珊 導師和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看法相同 擔心公開後有各自問題 不會像這樣的特權打疫苗 在傳染病防治法第20條 防疫藥品應該由主管機關定資 否則最重可罰三十萬 就看查清楚後怎麼開罰 華視新聞蔡惠玲 陳義偉 臺北報導 而觀眾朋友報稅了沒呢 國稅局從今天開始 開放民眾零貴報稅 在線上預約制 並且限制人數 各區的國稅局在現場 大家都嚴正以待 那麼像是戴了這個防護帽 護目鏡 口罩 防護面罩 防護衣 這個是全身都有這樣的裝備 而且他們把報稅櫃台都設在戶外 做好這樣的準備 那麼因為零貴報稅的人 還是很踴躍 像是臺北市國稅總局 線上預約一天 限定兩百一十人次 結果很快就搶光了 雖然財政部呼籲民眾非必要 你還是盡量用網路報稅 但有長輩說沒辦法對手機一蹺不通 這位太太啊 趕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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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放零貴報稅第一天 也是破天荒第一回 櫃台通通搬到光天化日之下 服務人員不只很有一套 是好幾套 防護帽 護目鏡 口罩 防護面罩 一身防護衣 服務人員跟民眾之間架設透明隔板 服務人員彼此隔著透明鏡膠臉 每一個櫃台一百八十公分只設一位機台 避免人朝四面八方撲過來 今年採取當天線上預約號次 或是電話預約隔天報稅 當然了 你要現場取號也可以 把大家的時間都錯開 就不必耗上老半天 儘管上網就能報稅 不少人還是親自出馬 原本台北國稅總局的櫃台 線上預約一天限定兩百一十人次 很快就破表了 其實不是辯明 真的是讓我們覺得很麻煩 網路這麼報不進去 沒辦法報 所以迎過來找專人服務 還比較快是不是 對 還是走一下馬路好了 對 所以要全副武裝 開放時間是八點半 但是現場其實有民眾八點以前 就來現場等候 那當然我們還是最希望民眾 是線上取號 號碼快到的時候 再請大家計算一下你的交通時間 避免到現場還要等候 就可以得到最快速最安心的服務 國稅局提醒民眾多利用線上查看 叫號叫到幾號了 大熱天 別白跑 要報稅 也要報平安 華新聞 黃敏惠 方啟年 台報道 而疫情讓日子難過怎麼辦呢 勞工紓困貸款今天開跑 結果呢就引發了申請的熱潮 根據勞動部最新統計 下午五點前申請件數 已經來到了十二萬八千多件 那麼也有將近一萬件的核代數 那麼申請資格只要是具備中華民國國籍 年滿二十歲以上然後呢一百零八年或一百零九年 各類所得總額在五十萬元以下 還有你是信用良好 這些勞工都可以提出申請 勞動部還補貼第一年的貸款利息 不過今年的限額只有五十萬名額滿為止 所以今天一開跑 各大銀行網站就大當機 15號勞工紓困貸款開辦 銀行行員做好防疫措施 協助民眾零貴申請 但為了避免造成群聚 銀行在門外貼有QR Code 希望民眾掃描後上網申辦 就不用進到銀行 勞動部也釋出教學影片 教民眾一步一步上網申辦 今年的勞工紓困貸款上限跟去年一樣 十萬元 貸款利率百分之一點八四五 貸款期限三年 勞動部補貼第一年的貸款利息 只要有中華民國國籍年滿二十歲以上 一百零八年或一百零九年 各類所得總額在五十萬元以下 信用良好的勞工都可以帶身份證 到開戶銀行填妥申請書聲明書來申請 沒有參加勞保也可以申辦 但要提交工作收入資料 不過要注意名額只有五十萬個 搶完就沒了 這次我們有特別把我們的平寬做加寬 大概平寬的部分已經是我們平常 過去的平寬的四倍 有銀行超前部數 但是需要這筆貸款的人實在太多 所以多數的銀行申辦網頁都大當機 像這家銀行就一直進不去申辦頁面 在另一區放上聲明 要民眾耐心等待 還有銀行的網頁直接當機 沒辦法使用 建議如果疫情衝擊生計不算嚴重的民眾 不要來搶這五十萬個名額 免得真正有需要的人 反而沒辦法拿到救命錢 華視新聞 盧麟 許一環台北報導 另外中國軍機今天一天一口氣來了二十八次 這怎麼回事呢 過去一年多已經是頻繁的襲擾我國的臨近空運 近期九天也很罕見都沒有出現 但就在今天中國軍機有二十八架次的大舉出海 創下的新高在不同的高度進入我防空識別區 遭到我方空軍戰管人員廣播驅離 而且更少見的我們也擺出了強硬的態度說 如果發生任何的事端 一切後果自負 那麼事實上光是今年中國軍機闖進台灣周邊空域 已經將近一百一十次了 國防部智庫國防安全研究院學者楊長榮就建議 我國應該把防空識別區立法民文化 才能夠提供明確的授權依據 表明是我國的管轄範圍 不過這樣到底可不可行呢 來看我們的報導 相隔九天中國十四號又派出一架軍機 進入台灣西南方防空識別區 十五號更有二十八架次創下新高 在不同高度騷擾台灣周邊空域 我方空軍戰管擺出強硬態度 中國軍機這回大舉出海被認為 和美軍動態及國際情勢有關 除了美國航空母艦戰鬥群類 跟號進入南海之外 因為最近的國際情勢 對於中共來講的確是不利的 解放軍他可能就是藉由這些軍機的行動 來作為一個所謂軍事上的一個 就是實力的展現 專家也認為結合中共建黨百年的 對內宣傳 解放軍可能在端午節後 會有陸海空三期進犯的登陸演習 而中國軍機今年闖進我方防空識別區 已經將近一百一十次 國防部智庫有學者建議 應該將防空識別區立法 對於國際社會來講 就可以就是做一個透明性的措施 學者認為軍用航空法 應該加快腳步 才能兼顧國防產業發展 保障軍事人員的飛行安全 進一步守護主權 華視新聞金剛 彭冠霖 台北報導 持續的關心疫情 花蓮縣今天新增兩例 是昨天秀林鄉家庭感染案 一三一九五的小姑 跟年紀一歲的孫女 那麼現在家裡已經有兩個小孩 都感染新冠病毒了 消息傳開 衛生所馬上就擠進了好幾百人 想要快篩 隊伍還排到馬路上 那麼雖然今天全臺確診數 是三級警戒以來最低的 但是桃園市 還是新增了十二例的確診 也大多是家庭傳染 那麼現在疫苗 這是疫情的唯一解放 今天桃園的長者 也開始打疫苗了 但是出現了一個狀況 就是有一位九十一歲的男性 他在巴德區的大中國小接種站 都還沒施打疫苗 他就身體不適昏倒了 緊急送醫很遺憾 還沒到醫院就過世了 來不及接種就昏迷送醫 十五號這天各地方疫苗開打 桃園卻出現惡耗 發生九十一歲男性在接種站 還沒打到疫苗就先昏倒 緊急送醫卻在到院前離世了 全臺確診數趨緩的這天 桃園確診數比前一天更高 來到十二例以累計七百一十三例確診 十五號新增的十二例當中有十例是確診者 接觸者有兩例還在調查有七例 來自四個家庭的傳播感染 顯示家庭傳染仍是病毒傳播的重要因子 另外花蓮縣也極力圍堵家庭傳染 十五號新增兩例確診 是前一天新增的確診案 一三一九五的延伸 這起在花蓮秀林鄉的家族感染 前一天才爆三例確診 這次再新增兩例 家中的小姑跟孫女都中標 其中孫女年僅一歲 家中包含三個月大的孫子 已經兩個小孩染疫 整起家族感染 共匡列五十三名接觸者 而這起家族感染 也讓秀林鄉跟林靜的新城鄉 鄉親很緊張 十五號下午 秀林鄉衛生所的快篩站 就有上百名鄉親要來快篩 現場是大排長龍 新冠疫情持續延燒 光靠一線人員的努力真的不夠 如果民眾不確實做好防疫 甚至到處串門子 恐怕也都高興的太早了 華爾新聞綜合報導 而疫情當頭就是有人要大發災難財 新北市新莊的重理科技 去年從中國跟越南進口的 醫療用的拋棄式隔離衣 將近有十八萬件 那麼去年沒有賣完 今年看疫情嚴峻了 乾脆就把倉庫裡的隔離衣 重新包裝仿冒宇宏藥品公司的包裝盒 那麼就這樣子以兩倍的價格 賣給一般的藥局跟醫療院所 現在被提爆 大批檢調人員到倉庫搜索 一箱箱隔離衣翻出來 上面寫的是宇宏拋棄式隔離衣 但根本是仿冒品 原來重理公司去年 從中國進口了醫療用隔離衣 七萬九千九百件 也從越南進口未經申請 許可的十萬件隔離衣 就在倉庫 改標成宇宏公司來販售 給醫療院所 長照機構 還有藥局 現場也查獲了五千兩百件 它是屬於顏色比較深的 厚度來講是非常重的 仔細比一比鎮板跟盜版 就是插在包裝盒內的件數不同 才被民眾拆穿 鎮板包裝上面都有寫 宇宏拋棄式隔離衣 盜版沒有字樣 而且顏色比較深 只是沒想到盜版賣的 還比鎮板貴兩倍 非常的惡劣 比如說在這個疫情 這麼危急的時候 所以它提高價錢 提高非常多的價錢 去販售給這些醫療院所 那後續會以詐欺 以及這個商標法等等 來辦理 那我們已經請這個廠商 立刻預防性下架 回收產品 那也繼續再追查它的流向 因為材質輕薄 卻可以有效防止血 將噴漸 宇宏很早就跟疾管署合作 成為各大醫療院所使用品牌 沒有想到盡有不效 廠商盜用 目前正信負責人十萬交保 強調案件進入調查 偵查不公開 但將未經醫療合可的商品賣給 第一線人員 目前不知道有多少已經流入市面 為了發災難財 也讓醫護人員無辜曝露 在風險當中 華視新聞 齊宏林 劉俊男新北市報導 歡迎來到華視生活氣象 今天午後在很多地方 都還是有一些短暫的降雨 這主要就是跟吹西南風有關係 明天大致上天氣狀況 跟景點差不多 我們從地面天氣圖上面來看 其實明天主要還是吹偏西南風的 因此包含像是在中南部地區 還有在山區午後 都會有一些短暫的降雨 那麼除此之外 在被封測 包含像是大臺北地區 以及東半部地區 也要注意這個溫度會比較高 比較熱一點點 而另外要對大家關注的是 未來這幾天天氣狀況 大致上是跟今天差不多 但是到了周日之後 您可以看得到 在北方有一道封面 到時候就會稍微比較接近臺灣 不過會多接近臺灣 會為臺灣帶來多少的降雨 未來還是要繼續密切的來關注的 那麼你接下來來看到 明天還是會有一些短暫的雨勢 我們從雨區暴吐上面 可以清楚的發現 從今天晚上到明天這段期間 特別還是要注意的 就是在南部的沿海一帶 會有一些短暫的雨勢 而到了明天 其實包含像是剛剛有提到的山區 還有中南部地區 要留意會有降雨 而且雨勢偶爾也會比較大一點了 接下來帶您關心 各地詳細的溫度預測 好 首先先來看到北部地區 基隆 台北跟新北是多雲的天氣 但是溫度比較高 有機會來到36度 這雨在桃園 新竹跟苗栗 同樣是多雲的天氣 溫度是27到35度 在台中 彰化南投 接近35後會有降雨 高溫來到34度 雲林 嘉義跟台南也要注意 午後雨勢 溫度是26到33度 高雄明天多雲 屏東會有降雨 溫度是26到33度 好 另外看到東部地區 明天天氣狀況都還算是蠻穩定的 宜蘭高溫來到34度 至於外島地區 明天還是蠻熱的 馬祖基門跟澎湖 這高溫會來到31到32度 要特別留意了 好的 為大家整理一下天氣 想叮嚀的部分 明天持續是受到新南風的影響 在中南部地區會有短暫的降雨 那麼另外一方面要提醒大家 特別留意的就是 包含像是在大台北地區 還有東部地區 這個溫度是會比較高一些 要多補充水分了 而另外到了週日之後 就會有蜂蜜稍微接近了 渴望會為台灣帶來一些降雨 不過雨勢會下得多大 我們還會密切的關注了 以上是今天的天氣資訊 提供您做參考 有任何氣象問題 都歡迎來到 雨潔還有華視的粉絲團留言 那我們就明天見囉 想看更多優質影音 那就移動手指 訂閱華視 或是下載華視APP 一起 華視視 選華視